狗狗现在正在绑头发 大狗狗乖乖躺桌上 等待美容师帮忙梳绣法 真的太享受了 要说司主把毛宝贝当小孩养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今年少子化浪潮席卷全球 让国人育儿形态改变 根据内政部与农委会资料 2022年截至9月 国内猫狗饲养登记数量 约18万只 大幅超过新生儿人口的 约10万人 一大宠物旅馆 你可能是想到说 你是出国的时候 或是要出门至少两三天 你才有必要 约略多主人 其实会利用白天的时间 送狗狗来到旅馆这边 变成安亲 像小朋友一样 大概有多了一两成左右 当人类对于宠物感情更深 印象不再只有看家 商机随之而来 美国宠物用品协会就预估 宠物产业2024年会达到 1500亿美元 相较2018年成长百分之六十六 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保姆姐姐都在狗狗身边陪伴着他们 除了受到少子化与单身经济催化 宠物商机蓬勃也拜科技所赐 手机打开APP就能知道宠物动态 各种宠物智慧家电推陈初心 当养毛孩的烦恼逐渐比养小孩少 商机大饼人人抢食 国内宠物业双雄之一的万达宠物 去年新贵进军台股近期也传出挂牌上市消息 而到今年四月底全台宠物店八千九百六十八间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百七十五间 提醒业者要开设宠物店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零路快要八公尺以上 第二个其实营业面积要在五百亿万公尺以下 此外如果邻近跟二楼是住不住啊 要取得这个居民的同意 想在某种商机两海抢卡位 防众提醒要注意分区营业项目和法规 不要还没卡到位就坚持亏 咱俩喜欢化商品的家妾台北报道